沉浮实验 作者 麦克 A.辛格 翻译 一灵运 第九部分 完全沉浮 第五十章 突袭 那是2003年9月3日 一个星期三 我记得那个日期 是因为那段时间 每个周三早上 我都因为调养身体的关系 要去甘恩斯维尔见钱斯医生 见完医生 我发现有封来自 丽莎艾略特的语音邮件 她是公司阿拉楚阿研发中心的 常驻律师 她在语音邮件里说 有要紧的事 于是我还在停车场的时候 就给她回电了 我通过她的手机联系上了她 她听上去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 她的声音听上去反常的紧张 我意识到有什么事出了大差错 她开口告诉我 需要立刻到办公室 因为联邦调查局的人来了 他们想要见我 我立刻想到了 几年前一个到研发中心 来寻找一个之前的员工的法警 于是我问丽莎 他们是不是要找什么人 她说 不 是联邦调查局的人 有12至15位探员 还有治安部的人 他们控制了整个中心 拔掉了所有电话线 关闭了整个电脑系统 这是一次彻底的突袭 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 探员们都带着武器 他们还有搜查令 你必须马上过来 我清楚地听到了她说的每一个字 我也听出了她说话时 那种急切的语气 但这太荒谬了 我无法以任何方式理解 这就好像他们可能把行动地址搞错了 我觉得这就是这事并没有让我很烦恼的原因 事实上这事挺让人兴奋 因为我就要快让他们知道他们出错了 我问丽莎现在情况如何 他们为啥在那儿 丽莎说她毫无头绪 但同样的事显然也正在我们公司总部 以及坦帕的办公室发生 她一直试图打电话给我们的法律总顾问查理米勒 但没能打出去 公司所有的电话线都被切断了 我向她保证我会很快就到 在开车去办公室路上的20分钟里 我试着给每个我觉得可能知道点什么的人打了电话 就在我在研发中心停车时 还是不知道这是怎么个情况 前车道里停满了警车 那些前来上班的职员都正在被劝离 我将车停在一位警官面前说明了身份 他用无线电打了个电话 然后立刻示意其他人让我通行 当我驾车驶过美丽的甘草地间 长长的蜿蜒的车道时 我看到执法车辆停得到处都是 到达一号办公楼的时候 我看到了警长部门40平方英尺的移动指挥中心 就设在停车场里 那个时候我们有五栋办公楼 联邦探员们和警局人员把这些楼都包围了起来 事实上还有两架直升飞机在大楼上空盘旋 我想他们一定是媒体派来做报道的 我把车停在平时停放的位置 然后进了楼里 楼里到处都挤着执法官员 立刻就有四五位探员将我带进了后面的会议室 我得在这里待上一整天 我要求我们的公司律师丽莎也在场 于是她也被带进了这个房间 探员们说他们来自联邦调查局和财政部 他们看上去很专业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他们向我出事了之前丽莎已经看过的搜查令 然后告诉我这个搜查令让他们有权完全控制研发中心 他们有权拿走任何属于分项类别的东西 他们让我在一张文件上签名 承认自己已看到了搜查令 我看了眼丽莎 她点头示意我签名 我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非常茫然 对于这种事 我唯一的参考来自电影 我不觉得那真会有什么帮助 我问主管的探员能否让我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没说太多 只是给了我一张名单 上面有大约30个人名 这些人都是调查对象 之前的医疗经理公司的整个行政管理团队都在这个名单上 比如马蒂 律师吉姆木瑟 还有一些人则来自网络医生公司会计部 看着这名单 我惊讶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但还有一些名字让我感到更加震惊 这其中一位是当我们还是医疗经理公司的时候 来自享有国际生育的会计师事务所的 掌管我们公司审计的高级审计师 我很平静地接受了所有这些信息 但思维迅速旋转 试图找出所有这些信息背后的线索 名单上的一个名字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就是宝特·希德拉切克 跟名单上其他人不同的是 这个人不是行政团队或法律事务 会计事务的成员 他是经销商收购团队的一员 这个团队由伯比·戴维斯带领 他是我们的收购副总裁 伯比是在1997年公司首次公开募股时 和约翰·塞森斯 我们的首席运营官 以及大卫·沃德 我们的销售副总 一起加入公司的 如果不是我们最近正在调查宝特 从经销商那里收回扣的事 我也很难一眼看到这个名字 就记起他这个人 毕竟我的部门有2300个员工 那个调查始于2002年底 到2003年初已经有 伯比·戴维斯和几个员工都牵涉了进来 在外面律师的帮助下 网络医生公司的律师正在处理这件事 我们已经解雇了相关人员 并且将他们上告到坦帕法院 以获得传票权利来冻结 伯比和宝特的财产 随着调查的进行 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 关于伯比和或宝特在收购过程中 从经销商手中拿回扣的事 对其银行账户的传审 让我们发现了伯比用来藏匿资金的 错综复杂的空壳公司网络 调查者能够通过追踪 这些资金的流入和流出 来发现哪些人参与其中 宝特已经开始配合我们 很明显伯比·戴维斯是这事的头目 到这次突袭的时候 我们已经追踪到几百万美元 而这个调查仍在进行中 宝特和伯比的名字都在名单上 而搜查令也列出了 一百多次的经销商收购 这次突袭很有可能 是和伯比的所有作为有关 但他的回扣事件 只涉及四五位员工 我们对此事的调查 正在公开进行 为什么政府不与调查律师谈谈呢 当所有的东西都已摆在面上 为什么还要在阿拉楚阿 坦帕以及新泽西发动突袭呢 我终于通过手机找到了查理 网络医生的总法律顾问 他证实了他们也在公司 位于新泽西的总部 遭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突袭 他和我一样完全懵了 他也怀疑这是与伯比·戴维斯的 非法行为有关联 我们讨论了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伯比试图通过告诉政府 所有的公司高管都与他的回扣案有关 来与之达成协议 如果这是真的 他的故事也不太可能立得住脚 因为我们掌握了他的银行账户 和注销支票的确实证据 查理说再过几天 事情会更加清楚 同时我们要和探员充分合作 一种平静的感觉笼罩着我 我一整天都有这种感觉 它有相当的厚度 感觉就像一张能保护我的毛毯 我一点也不担心 我知道自己没干坏事 所以他们什么也找不到 如果伯比为了活命而撒了谎 那证据会揭示出真相 我想要确保自己参与的足够多 来充分领会这非凡的经历 联邦调查局可不会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 就来突袭你的公司 我认为有超过5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探员 参与了这次突袭 他们花了一整天在这里 离开的时候几乎带着公司所有的东西 我的办公桌和文件柜里的每一张纸都被带走了 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的行政助理桑迪·普拉姆身上 丽莎办公室和法律文件室里 所有的法律文件都被拿走了 过去我的会议室桌面上放着成堆的 经常使用的文件夹 现在他们都不见了 也没法重新复制 不只是指质文件被拿走了 探员们还将所有的台式机和服务器的 电脑磁盘驱动器都做了镜像 这一整天我毫无建树 在生命将我置于这种极端情况时 我想极力保持一颗平常心 在这上面我花了很多时间 没有理由去想这一切为何发生 或之后会怎样 既然我对正发生之事并无了解 那么想来想去也是毫无用处 相反 我并不去理会脑中那个声音想说的话 每当心情开始焦虑时就尽量放松 我很享受这样 在现在的情况下 臣服不是一个选项 它是唯一理智的事 那晚离开的时候 我找到主要的探员们 感谢他们能如此亲切 我还说希望我们能够在更好的情况下相遇 对于我来说 他们只是一群想尽力做好自己工作的人 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错 2003年9月3日 太阳落山的时候 政府已在全国范围内 搜走了120万封电子邮件 包含有300多万页文档的 1500核文件和83万份电脑档案 这确实是耻辱的一天 第51章 律师 律师 更多律师 第二天早上 我提前尝到了未来一段时间 自己生活的滋味 盖恩斯维尔《太阳报》的头条 写着联邦调查局突袭阿拉楚阿医疗经理办公室 接着下面就是我的照片 旁边的是报道标题 华尔街在午前停止网络医生的股票交易 我知道自己什么坏事也没干 甚至连整件事情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但这些都不会让情况有所不同 反正我成了头条新闻 我从未被这样公开羞辱过 我注意到这种情况确实很扰乱心情 脑中的那个声音不停想要向人解释 这事与我无关 当然也不乏有人想要听听我会怎么说 来自全国的媒体 包括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都试图联络我 让我评论此事 幸运的是我聪明了点 我花了这么多年让脑中那个声音安静下来 我早已明白信他只会火上加油 我知道放松下来并且平息为自己变白的冲动就能产生巨大的力量 于是我决定只有在必要的时候讨论这事 其他时候我会像往常一样做事 我没做错事 那又为何要让自己受其影响呢 时间会解决一切 同时我也不会让他来偷走我内心深处的安宁与欢愉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利用这个情形来将自己从那个被吓坏了的 总是阻扰我的自我当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我的整个旅程 不计代价的解放 我们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公司律师进行了电话会议 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无论怎样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雇一位律师 好吧 并不是一位 我们需要不同的律师来代表公司和董事会 还需要为名单上的每个人分别找一位刑事律师 我可以看到公司的律师们对待这件事的态度相当严肃 他们解释说这与你清白无辜毫无关系 这种大规模的突袭预示着重大问题的出现 每个人都需要法律代表 这意味着我们至少要请20位律师 而且我很快就发现这还不够 调查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检察官办公室进行 因此有人建议高管们也让职业律师们在那里做事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要雇佣三四十位律师 此外还有两个代表公司的律所 如果说我之前没被突袭吓到的话 现在我肯定会被这场保卫战震惊 我完全无法理解突然被卷进这种状态 对于刑事案件我一无所知 甚至从未想过 这让我对于可能面对的固有的危险相当无知 如果没有律师的建议 我可能会想 既然我什么都没做 那何不直接找政府谈谈呢 我周围都是精明的商人 他们知道在向律师咨询 搞清楚情况之前绝不能轻举妄动 随着事态的发展 我当然明白了这其中的智慧 接下来几周 网络医生董事会 雇佣了名为威廉姆斯和康诺利的律所做代表 他不是华盛顿最大的律所 但被公认为是最擅长处理这种案子的律所之一 我让自己最尊敬的律师吉姆默瑟 来帮我挑选律师 因为我是新手 而他是专家 我很感激他提供的所有帮助和支持 他把我带到威廉姆斯和康诺利的一位律师那里 那人给了我一份名单 上面都是他过去合作过的 很受尊敬的刑事律师 这似乎是个重大决定 我完全不知道怎样面试一个顶级刑事律师 我听从吉姆的建议 开始与一些律师进行初步会面 但在我心中 我知道自己会将决定交给生命直流 而事实是我只见了一位律师 那就是兰迪特克 兰迪是贝克博茨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 这个事务所是美国历史最悠久 最受尊敬的事务所之一 他的简历读起来就像是 《白领犯罪世界》里的某个名人 他曾成功地为休斯飞机公司辩护 反对美国政府关于 哈勃太空望远镜4亿美元的索赔 在里根政府白宫父母寮长 麦克·K·费迪被指控做伪证 及妨碍司法公正的案件中 他也曾是辩护律师团当中的关键成员 他的成功案子简直列举不完 在我所收集的关于兰迪的信息当中 威廉姆斯和康诺利律所的 那位律师所说的话对我影响最大 在听说我留着马尾住在树林里之后 他告诉我 兰迪是他认识的顶级辩护律师中最前卫的 他觉得根据对我的情况的了解 我和兰迪一定能相处得很好 我和兰迪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 他飞来参加网络公司的股东大会 以便与我和助我选律师的吉姆暮色会面 我立刻感觉和他相处非常舒服 30年来他一直在为人民辩护 反对政府的指控 他在华盛顿职业显得非常成功 兰迪似乎对这个案子和我的独特背景很感兴趣 我已经从他在威廉姆斯和康诺利律所的联络人那里 尽量了解了情况 现在吉姆和我开始告诉他我们所知道的 兰迪和我会面的时候 公司对于政府调查的重点更清楚了一些 和我们之前的推测一样 博比·戴维斯就是所有这件事背后的原因 2003年初公司对他的隐藏账户进行传唤之后 博比就知道东窗事发了 公司迟早地会知道他通过回扣和挪用公款 侵吞了接近600万美元 这样他就会坐很久的牢 但博比是个骗子 而且显然是个高明的骗子 他在展开欺诈行为的同时 欺骗了我们很多年 都没有被发现 2003年3月 博比开始了他此生最大的骗局 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开脱 他走进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的检察官办公室 纳尔就在他住处附近 声称自己要检举 他告诉联邦政府自己是一个上市公司的高管 牵涉进了一桩重大的财务欺诈中 他承认自己在欺诈中 为自己和其他几个人受了回扣 但如果政府准备与他达成协议 他就能告发整个上层管理团队 在突袭前的六个月中 在网络医生公开调查戴维斯 和他的团伙的所作所为之时 博比·戴维斯悄悄地亲手给政府 编了一个错综复杂的谎言网 戴维斯实际上是掌管整个经销商 收购计划的注册会计师 这样他就掌握了每一次收购的具体信息 以及每个支持档案 他为所欲为地给政府编造了一套 关于公司和高层的参照体系 带着有如毕加索的高超记忆 他在政府相关人员 如空白帆布一样的头脑中 画出了一幅杰作 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要让谎言 与后面搜查出来的文件相一致 他知道没有什么确凿证据 能支持这个博比编造的事件 但如果他说自己被要求以某种方式来做一个交易 而之后他也能展示这个交易确实是在这样做的话 就能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他的故事的真实性 虽然这其中的破绽在于 这不能支持他就是这样被要求的这一部分 但如果他告诉政府他们将找到什么 而他们也的确不断地找到了那些东西 就会为他的故事增加可信度 最终他也能赢得他们的信任 如果知识就是力量的话 那么博比戴维斯拥有着所有的力量 因为在与政府的早期交涉中 他就是那个拥有所有知识的人 兰迪说这并不是什么少见的情况 政府通常都是先形成一种看法 然后试图找证据去支持这种看法 而目前联邦调查局也正在对从突袭中 获得的大量资料做这样的事 兰迪认为这其中的问题在于文件众多 所以人们总能找到办公室 让他们看起来就像他们想要的那回事一样 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 兰迪同意尽力为我辩护 然后我们握了手 那时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 我俩就要一起踏上一个奇幻的旅程 也不知道我们会变成多么亲密的朋友 我知道的是将我拉进这个烂摊子的生命事件之流 也带来了这位首席律师 这之后紧接着就是我那非凡的经历 现在再无回头路可走 第52章 美利坚和众国VS迈克A辛格 突袭之后过去了四个月 我们依旧对正在发生什么支支甚少 我仍然觉得随着政府对文件和公司员工调查的深入 他们会意识到薄比和其团伙才是做坏事的人 我们已不再是媒体报道的头条 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回到相对正常中 兰迪和他团队中的几个人来过阿拉楚阿一两次 因为政府拿走了我们从1997年到2003年的所有文件 而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到底想要立什么案子 所以也并没有多少法律工作可做 高管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律师了解我们的业务和个人历史 兰迪为我选了一位名为约翰·西蒙斯的南卡罗莱纳律师 很快约翰就来与我见面了 约翰让我印象深刻 他曾是南卡罗莱纳的联邦检察官 现在是职业律师 我们一起度过了一天 在看到我多年来为生意和寺庙所做的一切后 他对于现在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失望 他说他认识负责这个调查的检察官 那是一位优秀又智慧的女士 和其他被牵涉进这事的人一样 约翰很好奇伯比是如何将他蒙进鼓里的 兰迪告诉我 这些大型的白领调查的进度不是以月 而是以年来计算的 他说在政府处理好他们缴获的文件 做好讨论案件的准备之前 我们也做不了什么 他也说我们可以向检察官询问 我在名单上的状况 让我无法相信的是 他们说我是调查的主要目标之一 兰迪对此毫不意外 政府通常捉拿头目 因为我是CEO 所以我就是名单上的头号人物 然而我仍然相信他们什么破绽也找不到 因此我也无需担心 我相信最终真相会胜利 与此同时 公司在积极做辩护的准备 他们雇佣了一个公司去完成对博比回扣案的内部调查 博比设法让政府与他站在了一边 并不代表他没有从公司偷窃 此外 公司还开始展示 并非整个公司都有猖狂的财快诈骗 董事会雇佣了一个法律会计事务所 对医疗经理实践服务部门2001年的收入和利润 进行了一次详细的审计 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让网络医生免于牵涉进这个烂摊子是相当重要的 幸运的是 这个目的达到了 2004年7月 为了让公司不受到医疗经理高管调查的影响 我辞去了部门CEO的职务 同年晚些时候 随着调查的升温 我也从网络医生的董事会辞职 我将之是为一种为了服务生命而进行的个人臣服 我放松并且放手内心的阻力 我就是这样处理这整个考验的 这让我整个阶段的生命 成了自己的心灵之旅中深刻而强大的一部分 2005年1月迎来了调查中的下一个主要阶段 政府接受了伯比·戴维斯和参与他回扣活动的两位同伙的认罪协议 他们同意以工资来对公司做出补偿 伯比也同意在监狱待上一年零一天 考虑到他最终承认了在五年时间内通过了53次回扣 从公司共偷走了540万美元 这情形看来还不错 他们将要面对的唯一指控是邮件诈骗 但我们其他人就相当困惑了 政府为了让其指证我们而轻易饶了他们 这对于我们来说明显不是什么好兆头 我们还发现伯比与公司财务部的一个女人纠缠不清 她是收购项目的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官 伯比的伎俩得隐瞒过财务审计和高管们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有她的配合 然而她却没有受到任何指控 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整个局势有多么不利于我 政府为了得到他们的证明 放过了那些显然有罪的人 这些人为了脱罪将矛头全指向了高管们 总之报纸上的故事说 医疗经理的高管们都承认了自己 曾涉入财务诈骗的罪行 还有更多人会被指控 这整件事对于网络医生公司和医疗经理实践服务部门来说 是一场公关噩梦 在这事上我最不想做的事 就是伤害公司的利益 在为公司尽心尽力服务了25年后 是辞职的时候了 2005年2月9日 我将辞职信发给了网络医生的CEO 这应该是唯一一封在这种情况下 还写着怀着极大的爱与尊重的辞职信 我手写我所想 绝不是敷衍 我很惊讶 经过这么多年 我的内心状态并未因离开公司而受影响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 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寺庙 然后又行至建在寺庙领地上的个性编程办公室旧址 那栋建筑被改造成了一栋房子 但现在没有人住在那里 我之前的办公室曾被用作书房 书桌和家具都与15年前一样 我发现这个办公室与路那头的行政套房 一样让我感到舒适 事实上 这里让我更加舒服 我一直都崇尚简约 那也是我最初搬到树林里去的原因 当我安静地坐在办公室里时 我能看到这可怕的情况 正带着惊人的变化 包括内在与外在 生活总是这样带我 接受这些变化就是我的伟大实验 来自政府的公鸡也是如此 我必须心甘情愿地去他想将我带到的任何地方 同时我也得到了开始写书的空间 我一直知道自己会写那些书 我有两本书要写 第一本书是关于自从多年前 我坐在沙发上注意到了自己头脑中 那个讲话的声音后之所学 那将是一段回到自我的旅程 能被世界上任何人接受 这本书将会被命名为不羁的灵魂 第二本书则是关于我放手自我 让生命自然展开的那些年来 所发生的一系列神奇事件的故事 书名是《沉浮实验》 我还不能动手写这本书 因为最后一章将如何展开尚是未知 因此在这所有的改变和不确定中 我开始书写不羁的灵魂 此时凯伦·恩特纳在寺庙领地上 居住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5年 他已成长为医疗经理的一位 做事富有成效的管理人员 作为存档和计算机培训部门的负责人 多年来他一直在我的监督下进行写作 我离开公司不久 他就表达了助我写书的意愿 所以现在我有一本书要写 还有一位完美的人选来协助我 寺庙 书 以及与兰迪及其团队的定期谈话 让我在那一年的剩余时光里相当忙碌 2005年11月 据那次突袭已整整两年 兰迪听说起诉即将来临 他和其他一些律师要求和政府会面 要政府出事能证明他们的当事人与犯罪有关的证据 那次会面的结果 就是兰迪给我寄来了一叠一英寸厚的档案 那都是政府试图用来证明 我操纵了博比的行为的证据 我很有兴趣研究这些材料 但同时也有些忧虑 几小时之后我简直无语了 在这些材料中我没看到任何可以用来控告我的东西 那里面有一些是博比所做并购的会计报告 但其他文件大多数都是我的助手桑迪 对每周两次的高层电话会议做的手写笔记 在这些笔记上 联邦调查局几乎把提到我们的季度收入和收益预测的地方都画了出来 桑迪把我的名字写在了一些建议和意见旁 事情就是这样 我松了一口气 但又感到担心 我松了一口气是因为 就和我之前所想的一样 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能表明我做了坏事的证据 我担心则是因为 显然他们认为那些画出记号的文件 就是不利于我的证据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这事 于是给兰迪打了电话 兰迪说 每个看过这些文件的人的反应都与我一样 这些笔记里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我有犯罪行为 但兰迪解释说 这并不作数 伯比说过 他深谈的会计舞弊 是为了满足华尔街的数据 这些文件将被用于展现犯罪动机 政府会辩论说 既然你想要达到华尔街的预期 就会允许伯比做一些不合适的事 政府为了对我立案就需要找到我的动机 但我的情况并不特殊 兰迪告诉我 其他的所有高管和他们的律师 对于收到的材料的反应都与我一样 一个月之后 在2005年12月19日 兰迪收到了来自南卡罗来纳州 哥伦比亚市美国执法局的通知 通知里说联邦起诉书已经发布 代表我的命令已下来了 12月28日 我将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 与其他几位医疗经理公司的 前高管们一起 在传讯中向联邦当局自首 传唤书是这样写的 美利坚合众国 起诉 麦克A 辛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